這一次的這個病毒是傳播快 但症狀很輕 99.6多都是屬於無症狀或輕症 我們又有了充足的藥品準備 現在還加夠了相關的口無藥 也有足夠的量能 我們可以朝正常生活的方向來前進 本土疫情無症狀確診者增加 那是否已經擬定好新的停客指引 那鬆綁的方向為何 在整個全球疫情這樣的情形下 我們能夠做出最好的成績 讓人民一直過正常的生活 甚至於上市櫃公司的業績 還是史上最高 這都非常不簡單 那基於這樣的信心跟經驗 我們又看到這一次的這個病毒是傳播快 但症狀很輕 99.6多都是屬於無症狀或輕症 所以我們覺得這個我們又有了充足的藥品準備 所以現在還加夠了相關的口無藥 也有足夠的量能 我們可以朝正常生活的方向來前進 不過還是請所有國人同胞能夠有這樣的成績 是大家的努力 大家還是要照防疫中心的指引來走 那因為症狀輕 因為我們有足夠的準備 所以相關的停課措施等等 指揮中心都會朝逐步正常生活維護 學生的受教權這個方向來前進 我們祝福身體健康 早日回復 那我們感謝相關的同仁在行政院開篩檢站 我們行政院提供快篩劑給需要的同仁 昨天所有的同仁都沒有再發現有人確診 行政院是全國最高行政機關 我們會用比較嚴謹的態度來維護相關需要的作業 那我們也呼籲國人同胞 還是要遵守指揮中心的防疫規範 趕快打疫苗 同時也做好相關的因應 並且大家也可以同樣過正常的生活